看看新闻榜 俄罗斯轮盘 好 咱们就往这边走 十一长假第四天 大家有没有吃好喝好呢 相信电视机前的吃货们 也和杨旅一样 忍不住要来美食广场 嘎嘎脑芒了 哇 你看看 国庆的时候 真的是人山人海 到处都是人 哎呀 下来逛了一圈 这边算是比较热闹的了 来 逛一下 先生 你好 排队是吧 这吃的什么呀 奶茶 奶茶 奶茶不是一般都女生爱喝吗 男生也来喝奶茶 我是被朋友扣过来喝的 我这边我也没来喝过 但是好像明晰蛮大的药 我喝的是丝袜奶茶 就它那个不是很甜 然后比较滑 那个味道比较圆滑 就那时候奶茶的味道挺痛 它的茶味比较重 然后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比较细腻 我是亲眼看到他们用柴叶粉 就是说冲泡的 不是像有些就是用 上海人说的这种 给火车来就是像一栋红香泡出来以后再放奶之类的 会有一点点苦 但是这种苦是正宗的那种茶粉 都有一种回味的感觉 很浓厚的那种感觉 你们是喝的一样的吗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哪一款 丝袜奶茶 丝袜奶茶 吃的像丝袜一样的感觉 像丝袜一样的感觉 像现在放假的话 都会出来逛一逛 早点吃的嘛 会的 这里有小吃 有吃的有玩的 有我们购物 吃的玩的 吃吃晃逛 当然是厂家里的一大享受 而这家小店卖的可都是地道的港式风味 奶茶尤为受欢迎 从冲茶到冷却再到装杯 每个细节都是当着顾客的面完成的 买的也比较放心 小哥您好 哎呀 生意是异常的好呀 是吧 每天都这样吗 对的 这个拉肚奶茶 有没有什么特别担忧啊 因为这个水皮需要烧开 然后冲下来的水 那个什么地道 一定要有 我看你们好像都拉得很长 对的 你要是把那个里面的茶粉 茶艺的味道冲出来了 首先呢 我们先打好茶粉 然后等这个水烧开之后 然后再把那个开水冲下去 来回冲四次 这里茶出来之后 然后我会拿到那边去 放几栋 硬镇 然后再 对 然后等那个茶凉之后 然后我们就加这个黑白蛋奶 过节的时候人特别多了 也还是先拉吗 拉得出来吗 拉得出来 因为我们要保定我们的质量 我们都是先刀先卖 我们保证很易 我们茶出来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对的 纯正的港式奶茶会有一点点偏苦 这家店根据上海人的口味 适当增加了一点甜度 因此更受食客们的欢迎 每壶茶要煮二十多分钟 一壶也只能做八杯 所以想要喝到它 必须实实在在地等上一等 哎呀抬了好一会儿 对啊 终于买到这个四万奶茶 平时的时候来逛商场的时候 买一杯拿手中 一边喝 一边走 一边逛 蛮好的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找一家 另外也很热闹的店 来到美食广场的好处 当然就是能品尝到 不同地方的各色风味 土甲香锅 韩国年糕 上海生煎包等等 应有尽有 这又是肉松 又是芥末 又是香肠 吃的可不是大杂烩 而是章鱼小丸子 据说馅料酱料 都和传统的有所不同 它里面外面都有很多选择的 它里面有玉米的 培根的 还有香肠的 然后外面的 就像那种肉松的 还有大虾的 上面撒了一层沙拉酱 然后又撒了一层海苔 我就感觉外面是那种脆脆的 里面章鱼嘛 很大一只QQ的 感觉特别有弹性 摘起来糯糯的 还蛮好吃的 可能是香肠的 它里面多一片香肠 还有一个章鱼 心里面的话 汁比较多 比较嫩 和那个芝士混在一起 吃口感比较好 香肠的味道比较香 浓一点 这个个头比外面的大皮比较薄 里面的芯子比较薄一点 外面的章鱼小丸子面粉 哪多 这个吃起来 外面的还有酱料呢 就是比较好吃 他们家的章鱼小丸子 跟别家不一样的话 酱料的话 比较平衡比较多一点 我比较喜欢芥末味的 然后我一般都吃芥末 然后芥末味的话 章鱼咬上去蛮Q的 很有弹性 也可以清晰看到 里面有一只这种小丸子 芥末味 小丸子里的馅料不再局限于章鱼 而是增加了德式香肠 培根玉米等等 在外面更是添加了肉松 大虾 芥末 鸡蛋 色拉等配料 口味多样 难怪吸引这么多人排队 为了配合不同地区 不同人的口味 然后再配上我们的一些创意 那么在里面 比如说呢 就是我们的德式香肠 它本身会有一种辣辣的感觉 那么就比较适合 四川那边的人去吃这个东西 女孩子呢 她就是比较喜欢吃甜食 那么玉米呢 它会比较甜 而且我们的玉米呢 选用的是那种美国甜玉米 口感的很有那种爆浆的感觉 一般的面粉呢 配上我们有一种 那个章鱼 特别体质出来的一种章鱼粉 那么配合在一起呢 就是这种丸子做出来呢 就会表皮很脆 那么里面呢 就会很糯 然后给人吃起来 就不会是那种面粉感很强 那么里面呢 就是再配上我们大克的章鱼 大概有一个大拇指 然后指甲正板 章鱼呢 选用的是一种深海章鱼 那这种章鱼呢 就是吃起来呢 会比较鲜比较嫩 长假期间 这儿的章鱼小丸子 每天要卖出上千份 除了选料讲究之外 它们的酱料 也是经过精心的调配 如果吃腻了千篇一律的传统口味 想要来一些与众不同的 这里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等什么呢 赶快来这里赶打我忙吧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四天 我们人气美食 搜罗美食的脚步继续马力十足 今天我们为大家搜寻的 就是各路怪咖美食 让您的假日惊喜连连回味无限 首先怪咖美食第一站 圣吉诺怪咖美食 文香油条 上榜里游 西班牙小吃百年史 文香油条 蘸酱汁 诶 这长得像巨星文香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比较好奇 它的那个 第一次 挺吸引的 它正好就是一个字 正好经过 看到那个油锅在炸嘛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好 没错 它被切成一段段厚 就跟我们平时吃的油条 很相似了 说它怪咖除了外形怪异 像巨星文香外 跟它搭配的蘸酱也很是独特 它是咸的 有点点咸的味道 对 然后很脆 然后很香 就是回味的话 你会觉得很香 然后就觉得很好吃 单吃也可以 然后你跟那个酱 混在一起吃也可以 巨大的螺旋油炸面团 出锅后被切成长条状 蘸着酱料吃非常有特色 而跟它搭配的酱料呢 共有六种口味 口味选择比较多 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草莓味的嘛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 然后它还是说 可以特别加一个冰淇淋 蘸这个的味道很独特 咸中有点甜 然后甜中有点咸 然后感觉的话 就是有一点混合 然后混搭 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 都会特地过来吃一下 我这是第二次来的 我配上那个抹茶的拿铁 口感很好 分有六根 差不多可以包了 对 据说这是一种来自 西班牙的传统小吃 翻译过来的名字叫玄乐兹 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 它的价格根据搭配的蘸酱 而有所不同 最便宜的12元 最贵的28元 这种小食都是现场制作的 店家采用的是开放式厨房 不仅增加了观赏的乐趣 更能让人吃得放心 据说这的员工 都是经过西班牙厨师的培训 用料和手法上 也是完全按照传统的配方 保持原汁原味 我们这个是葵花籽油 健康一点 因为也耐炸一点 做这个玄乐兹的时候 油温必须要达到 210度以上 到225度之间 在西班牙 搭配巧克力酱 是最传统的吃法 而到了中国 口味则更多元化 吃完了闻香 赶紧看看怪咖美食 第二盏 米子 怪咖美食分子料理 上榜里有 夏日冰品创意搭 分子重组 巧妙配 这家餐厅可是挽起了创意 你看他们桌上 各式各样的美味 造型是不是很特别 吸引眼球呢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这里的东西比较特别 在外面是吃 但是吃不到的 特别在哪儿啊 给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白桃猎人 这是个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优格 优格就是酸奶 对 特别是像冰激凌 但是其实是优格 可是我觉得它像个果冻 大家是不是这么认为的 那里面是果冻 里面是优格 味道和外面的冰激凌 不太一样 然后是一粒一粒的 然后酸酸甜甜 蛮好吃的 那你觉得它的分子料理 它分子在哪儿啊 形态上吧 因为跟冰激凌不太一样 我刚刚那个朋友 跟我解释说 它的形状一粒一的 比较像分子 所以叫分子冰激凌 看来何为分子料理 众说分云 好了不要乱猜了 马上解枪 哇桌上有这么多的 都是分子料理 对不对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诠释一下 这个分子料理 它到底是什么概念的 分子料理呢 就是将食物的分子 重新拆分之后 重新组合 以不同的形式来展现 然后举一个 比较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这一款 粉红仙子 它呢 它是由草莓 来制作成鱼子的样子 然后它的口感 还是草莓味的 但是是鱼子的那个感觉 口感 对 口感是鱼子的感觉 但是它的口味 是草莓味的 这样子的 然后配合这个饮料 对 那这边呢 其实也是一个概念 是一个概念 那是不是 我理解为 就是 一群人在军训 然后说 结赞 然后他们全部结赞了 然后归队 然后他们又全部 又组合在一起了 但是不是之前的那个样子 可能它的队形 是不一样的 就是利用了一个 化学原子的概念 是不是 方天理论可不行 咱们这款汽水味的酸奶冰淇淋 看看实际的操作过程吧 首先呢 把酸奶冰淇淋挤压和柠檬汽水混合并搅拌均匀 接着马上就开始分子重组的过程了 试一看咯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的原理就是 用一个很低温的液体 把这个乳酪呢 把它冷冻 其实看上去 你就是一个很热冒烟的东西 其实它是零下200度的 一边低的时候呢 要一边把它淘一淘的 因为不然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冻的 太冻的话呢 都会粘住的 所以做这个的时候 要不定不断地搅拌它 这个是一个柠檬汽水味道的果冻 然后它呢 这个配起来 这个冰淇淋一起吃呢 就有点QQ弹弹的 那吃起来的效果就会特别一点 一边就很冷 一边就很Q弹 吃上去呢 就会非常有这个层次感 理论结合实践 如此化学实验般的分子料理 你有没有心动呢 接下来我们进入 怪咖美食第三站 拉谷酒家 怪咖美食油炸三宝 上榜里游 外形最奇特的美食 有人欢喜 有人害怕 请问你们这里是云南餐厅吗 对的 那有什么特色的菜 我们特色的可多了 比如有一道菜就是三宝 虫子拼盘 你没听错 是虫子 按理说这虫子能吃 在上海也不算什么稀奇 但是让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反应 敢不敢吃 敢 哪一位勇敢一点 上马上 这个是吗 这吃虫子 在上海很多人还是接受不了 但是在云南却真的很普遍 很普遍 跟吃白菜似的 就跟吃白菜似的 对啊 很普遍的东西 那边就是老人家 就是就说嘛 吃蚂子 他因为他跳得高嘛 然后吃蚂子 就是跳得高 就比如说小朋友啊 或同学那些吃的 就是喜欢跳高的 那些都可以吃呀 难道真的是吃啥补啥吗 那杨吕应该多吃点 正好他也是来自云南 吃虫这方面很有发言权 我天天吃 我吃这长大的 真的 真有 这是活的是吗 你看 它在动 就算是还在蠕动的虫子 也不放过 好像有点什么特别的味道 我觉得比那个竹虫恐怖 竹虫还有那个 或者风用的咬开 你觉得很脆 里面肉是有点 但是这个 咬开之后里面 全部是一包汁水 你咬开的时候 外面那一层 然后呢 就有点那种脆脆的 有嚼头 然后呢 往里面一破开之后 咬 汁水就飙出来了 但那个汁很香 相比杨吕 这种重量级的选手 我们还是从入门开始吃吧 竹虫和骂障的口感都比较脆 而蜂勇则略微绵软 咖美食第四站 太平洋咖啡 怪咖美食 二锅头冰沙 上榜里有 二锅头柚子齐乐冰 酒不醉人 人自醉 没醉 别 别拍我 没醉 你看你看 杨吕又不务正业了 不是来找怪他美食吗 怎么自己倒下喝醉了 还可以 再给我一杯 再 再喝一杯 一日当空的午后 在这里来上一杯冰饮 吃一块蛋糕 真是颇为惬意 可是为什么情报员会醉呢 我看你们这边这个冰沙的系列 好像有很多种是吧 对对对 大概有多少种 差不多有15种吧 15种 对 主要是分为三个系统 三大系列 有咖啡的 水果氛围的 最后一种是我们的果酒其乐冰 果酒系列的是吧 对对对 我还第一次听说 这个冰沙系列当中会有果酒的 对对对 那大概是具体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这边那个果酒的话 它用到的是我们最传统的 二锅头 二锅头呀 这个是我们一男人最爱了 一天喝到晚的 是吧 但这个酒很烈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酒搭配在我们的一个冰沙里面的话 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这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来得也太离谱了吧 怎么把二锅头也融入到冰沙里呢 这喝了不醉才怪 这个酒的话我看一下 它大概是多少度数的呀 56度 56度的这个高粱酒是吧 对对 那这样的话 就是放在里面会不会这个酒精度太高 不会 它的酒 因为我们根据它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比例 差不多是1比2 就是酒精和一个 我们的一个配料的比例是1比2的比例 在这里提醒大家喝完这杯奇乐冰啊就一定不要开车了 二锅头粉红柚子啊 哎呦这看起来很Q的嘛 好清新哦 这个小女生应该比较喜欢喝吧 这种感觉很特别哦 进到你嘴巴里面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 二锅头的那种酒味啊 但是呢这个时候 它跟冰座搭配的时候 这个二锅头的酒性啊 它瞬间就变得柔和了 什么叫透心凉 就是这一刻了 哎呀 它这种味道啊 非常特别 它有那种 感觉又像是果汁那种味道啊 但是它又有那种 像鸡尾酒一样的感觉 我尤其要把它推荐给男生 为什么呢 在夏天的时候 你会不会经常感觉到自己头脑发胀啊 昏昏沉沉的啊 尝一口它 绝对提神奇呢 第二锅头冰沙是不是够神奇呢 接下来进入第五站九哥石斑鱼 外咖美食深海石斑鱼皮上榜里游 一米二巨型石斑鱼只吃八十分之一鱼皮 Oh my God你看 天哪 这是鱼还是鲸 还是鱼精 怎么有这么大的鱼 它到底是什么鱼 它能不能吃好不好吃 我们找个人问一下吧 这个让杨子鱼无伦次的的确是一条鱼 不过这么大究竟好吃吗 又要怎么样来吃呢 现在进到后厨房来近距离的观赏这只石斑 来我们两个脑袋对比一下 哎呦 它的脑袋有我两个大有没有 如果说这样躺着还不够直观 我们让这条鱼站起来看看 我来看 我来看 重重重重重重 两个人费劲吗 很费劲 哇让我来测量一下 真的没你高但是也快赶上你了 请问一下你有多高啊 我有一米七六 一米七六 我估计这条鱼起码有一米七四 没有 一米七零左右 对吧 好那我不多说了 太重了 你们把它放回去吧 谢谢啊 这一下看清楚了吧 绝对超过一米二 而且吃这个石斑鱼 吃的部位也很特别 最好吃的还是鱼皮 我们没听错吧 这么粗糙的鱼皮也能吃 还是最好吃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说鱼皮啦 就是每种养盐 胶原蛋白非常丰富的 这一块已经是去过零的皮了 对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一整张也就叫这个鱼皮 对 跟我理解的不一样 我以为这鱼皮 就是很单薄的一张纸一样的 没想到这个是连着 这么厚厚的一层肉的 不是 它皮也本身就是很厚的 本身就这么厚 本身就是很厚了 那这一块最合适的是 怎么样的烧法呢 这个是说鱼皮呢 就是颜知颜味本味为先嘛 其实说法过就比较好 据我们了解 这种深海大石斑 生长在水深300到500米的地方 由于压力和温度的关系 它的鱼皮非常厚实 而且胶原含量非常高 虽然这条鱼超过140斤 但是鱼皮能使用的部分 也就两到三斤 夹住了 看 这个有没有长得有点像鸡肉 有点像肉皮冻 又有点像花椒 还有点像经过很久的 这个保质之后的牛筋 有没有 一样东西 我吃到了三种口感 我算到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为您盘点的五蘸怪咖美食 相信这些奇特的美味可以给您的假日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有句俗话叫上海阿叔宁波阿姨 宁波菜的鲜咸味道也是独居一格 颇收上海人的喜欢 今天就跟着刘大厨一起学两道地道的宁波菜 扁尖和咸菜的妙用 先跟他一起去菜场的干货区挑选扁尖 扁尖里面要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咸一点的 一种是比较淡一点的 怎么来分别 哪个咸哪个淡 其实这个叫培馅 其实这是一个加工的一个方法 当然他说淡的 其实还有带一点咸粉 不是说全淡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是比较淡一点的 比较淡一点 您推荐大家用的 对 为什么呢 这个很咸 这个很咸 那么没法吃的 没法吃 把盐分把它泡掉 那同时把鲜味也泡掉了 所以说刘大厨推荐给大家买培馅 只需要稍微一泡 咸味去掉 但鲜味还在 再配上小排和番茄 正好烧一锅经典的宁波味 扁尖小排番茄汤 其实做法是一模一样 关键是看我们里面的细节 怎么样把它化开 我是一个从专业角度来烹饪这个家常菜 没错 往往细节决定成败 首先第一步放点葱姜 小排汤水 我们接下来就切番茄 切番茄 这个切番茄呢 我们家庭制作 一般的就是这样一刀下去 我这样很浪费的 我们买来的 那么我其实教大家这个方法 怎么去 这样推刀进去斜刀出来 推刀进去斜刀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把这个芯子就漏掉了 很小的一块 这就去掉了 我们再来慢节奏看一遍 沿着番茄的梗子斜刀切入 竖刀切下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将梗子去除 不浪费 然后再切小块 番茄切好了 是不是这个扁尖要上厂 对 我们扁尖 今天重头戏倒放在后面了 就是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这个扁尖怎么处理 这个扁尖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段 一根扁尖还分三段 如果说家里有老年人的 切嫩的 嫩头 这段嫩头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丁 切丁 切丁烧什么菜 炒点鱼干啊 毛豆米啊 这类东西炒了一头 这个呢 就是掉汤 把它熬它的鲜味 所以的没有扔掉的 不要扔掉 所以我们在做 家庭主妇在做菜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个成本 我们烧汤的话呢 只要把它撕开就可以了 擦擦开 用手撕最好 用手撕 这样的就很好的 这手撕的方法很简单 一看就会 刘大厨建议大家 扁尖在撕开后再进行清洗 因为在密闭的情况下 内部的盐分很难出来 当然浸泡的时间越短越好 几分钟就可以出水控干了 这边扁尖处理好了 这边应该是很久了 可能差不多了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 汤倒掉吧 汤不倒 汤不倒啊 那么多血沫汤 我们家里都是倒掉的 对不对 倒掉的 倒掉还要洗洗盘 对吧 那就鲜味道全部洗掉了 鲜味道全部洗掉了 大家知道 焯水然后它的一部分 有效是营养成分的 会融入在这个汤里 这个我知道 所以说你把这个汤倒掉以后 你鲜味已经倒在一半了 那怎么办 那么先把它过滤 过滤 看到没有 上面的一些一些蛋白质 一些凝固的东西都在上面 这边汤很轻 它还有一点黄黄的颜色 那就是鲜味 鲜味都在里面 鲜味都在里面 营养和鲜味都在里面 对吧 这就是肉汤啊 对吧 这个认了真是 倒了真是可惜 对对对 这个我们的话就是用来烧汤 直接烧了 先将番茄彻底煸炒透 倒入先前过滤的肉汤和小排 一起炖上一个小时 此时就可以开锅放入扁尖 一方面提鲜 更是给汤增加咸味 再煮十分钟 一锅扁尖排骨番茄汤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扁尖用手撕开后 浸泡的时间一定不要太长 穿小排的肉汤经过过滤 就可以使用 保留营养的同时 更增添了几分鲜度 越是简单的菜 越是考验功底 刘大厨更是喜欢挑战难度 下一道凝菠菜 咸菜肉丝炒毛豆 几乎家家都会做 但真不一定做得好 咸菜长得都差不多拎出来 对吧 对对对 其实呢 我这两颗里面 我喜欢挑一个大的 挑个大的 为什么挑个这个大的 这个呢 你看这个梗子长 梗子长 这个呢 科西年我摸了 你试试来了 然后呢 其实雪菜 它两部分呢 有便于我们操作 如果我光吃梗子 这一大块 全部是梗子 这边裂着 那这个呢 有点稀疏 其实咸菜的挑选很简单 梗子细长 梗液分明 颜色偏黄的为上品 若是发黑发暗 则是放置时间过长 在做之前 先送两句口诀 片薄压刀是重点 一切关键紧在边 其实呢 这里面 所有的刀工里面 最难的就是切 切肉丝 切丝 排断 一般呢 就是 六公分 六公分左右 这个呢 很嫩 我们可以 这样去 顺着它的纹理 顺着它的纹理 好 先是打薄片吗 打薄片 打薄片 这个倒是要练一练了 一片出来了 一片出来了 这就是刀工 我做了很久了 这个 学得会吗 应该学得会 我相信 阿姨说是上面片 我也可以上面片 但上面片 哦 上面片是斜刀片 我看到是 这片出来也是扁 看到没有 我始终是厚薄均匀的 如果下面片不好 从上面 但是一定要记得 我平着刀近 就什么角度近 什么角度角出来 就是这样 一片片 是这样 两种方法 大家都可以回去试一试 对吧 哪种方便 学哪种 片得薄厚均匀 还不够 切丝也有手势讲究 压刀 为的是肉丝 整齐划一 慢动作就是 推出去压一下 看到没有 来我们动作慢点 给大家看 推出去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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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家记住 不要这样 这样我始终觉得 这个人原来是做木匠 然后去 下刀干脆 是切肉丝的关键重点 而且要顺着肉的纹理 才能切好一盘肉丝 现在肉丝切好 我们下面干嘛 切雪菜 切雪菜 雪菜是不是 之前你水里先要 要泡一下 因为雪菜还是比较 比较咸一点 这个大概要泡多久 这个我泡了有半个小时以上 要泡半个小时以上 这个就可以用了 把它逼出来 刘大厨推荐大家 雪菜烧汤用叶子 炒菜用梗子 这样吃口和卖相都会好一些 毛豆米为什么是先变的呢 因为先变肉丝嘛 毛豆米因为它是不粘锅的 所以肉是一变的话 这个锅就粘 它有蛋白质 所以说先变这个毛豆米 那我们这个毛豆则变到差不多怎么样 现在那能变的还闻到香味 差不多了 现在干嘛呢 毛豆一定要变透 不变透的话 吃了脂肚率 上海物就要三星期的吧 还有个毛豆米 生的话呢 很容易吃的中毒的 你不要吓我 还要中毒啊 雪太咸下去 雪太咸下去 肉丝不用煸吗 肉丝等我煸 还有灯块 慢慢煸吧 慢慢煸 小火慢煸可以提出食材原本的香味和鲜味 当然不能心急 怎么才算煸好呢 我们已闻到香味闻准 下一步我们是要煸肉丝 煸肉丝 这我们就三煸 这个很好分辨 颜色一变就熟 对对对吧 这个比较简单了 这个要喷酒 喷酒 喷点黄酒 去去肉腥 对去点肉腥 喷一点黄酒 加一点老抽 给肉丝一个基本的咸味和色彩 肉丝炒好 把之前煸好的毛豆雪菜放进去一同翻炒 为什么这时候要放一点点水呢 这个我帮大家问一下 放水 把所有的鲜味 鲜味全部融入在这个汤汁里面 然后再重新收汁 就是一个调和在里面 水只是一个载体 对对对 我们最后再说说看 这道菜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一个字 鞭 鞭 一定要都鞭透 所以的肉丝鞭透 毛豆鞭透 雪菜鞭透 雪菜也要鞭透 所以说鞭透了以后 这道菜您就学会了 煸菜的食用是宁波菜中重要的特征之一 学会了如何巧妙处理扁煎和咸菜 融会贯通一下 相信家常菜也能做出大味道 十一长假已过半 是不是还在范畴上哪剧呢 别着急 今天咱们可是帮大家搜罗了 户上各种石锅料理 不同的尺寸 演绎千变万化的滋味 能荤 能酥 能鲜 能辣 当然也是聚会餐桌 热热当当的好选择 聚会石锅站第一季 山茶花韩国料理 锅口直径 11.5厘米 小马里油 石锅也能很迷你 传统食材 半黑米 说到石锅 很多人一定想到 韩国料理中的石锅拌饭 没错 您瞎瞎门口排队的架势 想必这的口味 一定不一般吧 我看你们点的蛮多的 有没有哪一道 是让您印象深刻 我觉得这个石锅拌饭 很特别 石锅拌饭比较特别 特别在哪里 它就是用黑米 通常我们在其他店里面 吃的都是白米 黑米它粗粮非常健康 是是是 而且上来的时候 锅非常烫 旁边就锅吧 旁边就锅吧 特别特别香 我感觉你们现在已经吃了一会儿了 但是上面好像还是有温度 石锅是吗 因为这个石锅 它本来就是能保温的 就什么样的食物放进去了以后 它都是很热的 包括它这个石锅 刚上来的时候是很烫很烫的 这种是做小的吗 对对对 是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鸡蛋 然后鸡蛋放进去以后再拌一下 然后这边的服务员也很好 它不光会我们拌肉啊 然后烤肉啊什么 还会给我们拌饭 你这个也是石锅拌饭吗 对的 不对啊 为什么那个那么小 它是迷你的啊 迷你的 对 它跟其他中文 你看 比如说别人点到那种 很大的那种石锅的话 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就 除了大小之外 除了大小里面就是有黑米和白米 然后口味的话是芝士和牛肉 是不让你选择 很多种选择 就看你自己的口味去嘛 用黑米做石锅拌饭 在上海可不多见 而且还有这么小的迷你锅 不过在韩国可是较为流行的一种吃法 老板也是地道的韩国人 他说使用黑米不仅是为了新鲜的口感 更是因为他吃了不会发胖 你们这个石锅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首先它是轻石的 轻石做的 对 所以它是不是那种保温效果特别好 对 保温效果特别好的 还有呢 还有就是它经过高温提炼的石头 高温提炼的石头 然后就把这个所有的蔬菜放进去 那香味什么的呢 香味就速度缩在里面去了 全部锁在这个石头里面 对 但是我在想它这个容量变小了之后 它的味道口感这些有变化吗 没有的 没有变化 对我们用的这个产子陕西的黑米 产子陕西的黑米 这个黑米我看好像也有挺多人点 这个黑米这个口感跟普通我们吃到这个白米的口感 差别在哪里 黑米呢 营养价值更高一点 然后吃起来呢 更香 更有嚼劲 因为它粗粮嘛 对不对 米变黑了 锅变小了 15元一份的价格也更亲民了 聚会的时候一人一锅 既卫生又不浪费 这个就是传统的我们的石锅大小 但今天呢 我找到这个 迷你版的 你看 基本上是这个的一半左右吧 12厘米不到 11.5厘米而已 你在拌它的时候啊 你就感觉到扑鼻而来的这种米香味 搅上去啊 你会觉得它这种颗粒感十足 让你觉得它非常饱满 天上啊 有很多这种锅巴 你在吃着吃着 吃到边缘的部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脆 吃完了迷你石锅拌饭 咱们再去下一站瞧瞧 聚会石锅季第二站 惠岳餐厅 锅口直径19厘米 上马里由石锅炖煮聊生王 一米烛焰来搭配 虽说石锅看似平凡 但却能给各种美味加分 这家店的石锅可就洋气多了 因为这里头装的是一堆的营养 里面有粗粮 一米 还有海参 黑木 这个汤的它那个入味很好 而且里面放了一些粗粮 因为像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五苦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嘛 对我们有时平时早餐 也会使用这些 然后呢 这个主要是它里面放了一米 女生吃那个粗粮也不容易发苦嘛 它里面还有那个烛焰 烛焰的话 因为对女生的皮肤来说也很好 而最主要是它这个汤真的很糟糕 石锅说的竹焰就是这个 看似梅干菜的食材 石锅上桌后 服务员会将它撒进锅里 那个其实是一种那个菌类 它吃起来口感的 有点像燕窝 很好 因为它这个汤有点热热的 汤汁很浓厚 撒进去以后 它马上就是很入味 石锅的话就有保温嘛 对吧 然后呢 吃起来还是保持的原味 这石锅炖的都是平时 较为珍贵又少见的食材 尤其是里面的疗参 是从美国进口的疗参王 我们这个石锅的就是 那个竹焰出量炖疗参 一般的疗参的话 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大 那么它这种疗参的话 我们在这一份里面做的时候呢 只用它二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么不是整条的这样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改成丁 可以方便它入味一点 这个里面选用两种 就是一个是意米 还有一个是那个那个那个卖人 对人体的这个解入功能 排出这个重金属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石锅的汤底特别浓稠 据说要熬12个小时才能炖出来 而这竹焰学问就更多了 通常大家可能理解认为 就是这个竹焰是焰窝 其实是我们在这个竹类里面 一种真菌的这样一种菌类 这个材料的话比较的稀少 比较的珍贵 那么我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为了让客人有一个这样的现场的 一个体验感 有现场体验感 然后就是把这个竹焰这个食材 搭的客人的面 撒在我们这个那个那个浓烫的这个上面 竹焰在滚烫的石锅中 瞬间化开入味 不仅香气四溢 更增添了一种神秘天然感 聚会石锅季第三站 锅品面八 锅口直径24厘米 少忙里油 微面烧面炒面 面面俱到在锅里 它这个碗 它这个碗把这个面包装起来之后 有一个保温的效果 那里面的汤的话 汤汁可能显得更加浓厚一点 那吃起来 对 吃起来口感会好一点 然后它这个面吃的时候是挺有口感的 它可能是手感的面 一个字赞 一个字赞是吗 对 因为这个是用这个石锅装的嘛 那像普通的那个拌面都是普通的碗 那你吃的时候它就会变冷 马上就冷掉了 对的 但是它这个酒温度会一直保持 所以会更可口一点 你今天点的这个是什么 半斤半肉 半斤半肉了 这个是石锅的那个肥肠面 我觉得这一款是比较好吃一点的 因为我每次来都点这一个 每次来你都一定点它 其他我还没有尝试过 其他还没有尝试过 那告诉我一下 像你上一锅的话多少钱 28块钱吧 店家不惜成本用石锅来装面条 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口的口感 如果聚餐想要图个快捷方便又美味 那这石锅面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们一共有多少种面 一共有二三十种吧 二三十种 对 每种的口味风格都不一样的 平时最受欢迎的是你 就是微面 会面还有烧面是最受欢迎的 微面 会面或者烧面是吧 我看到就是盛放那个器皿 是用这个石锅来盛的 是吧 石锅温度比较高 盛给客人的时候它可以保温很久 像味道 它的保鲜度都是很好的 吃二三十分钟的时候它还是很好吃 像是这个面每天要用开水线预热一下 把它煮半熟 之后拎在石锅里面煮 三四分钟那样煮出来口感会更好 在这里同样的焦头可以做圆锅的微面 也可以做开口锅的拌面 品种非常多 出面速度也是相当之快 你看筷子一上来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这种热气腾腾的 一入口锅的时候你觉得它很滑爽的时候 让你一咬上去呢 你觉得稍微有点软动的一种 但是咬到中间的时候 你觉得蛮有韧性的 很弹的面 你看 我了解 对吧 最重要一点啊 它这个锅子一直都是很热的 你最近吃在嘴巴里面 你不会觉得这个面会冷掉 你看 直径二十四厘米 尝完了石锅面 咱们来到聚会石锅记第四站 石头记海派石锅 锅口直径三十厘米 上马里有三百度高温烤石锅 沸腾上桌子子作响 说到这家店的石锅料理 相信能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没错 那就是面疙瘩 它上来的时候它很滚烫的 就一直在里面翻滚的 然后其次是它的保温性时间很长 然后我们就是说吃到后面 到现在吃完之前还是热的 这个看上去比较原生态吧 小时候吃的那种面疙瘩 这种味道 能够吃出童年的那种味道 对对对 是有些什么实在在里面 蔬菜啦 番茄啦 海鲜啦 多比较 海鲜有些什么 海虾 主要是海鲜 对对对 面疙瘩是些什么感觉 滑滑的QQ的 比较有咬劲韧劲 看来海鲜面疙瘩配上石锅 口味是更上一层楼 除此之外 海鲜的其他菜也都可以用石锅来做 多达20多种 口味也可以根据客人的喜好来选择 我们这石锅是从四川过来 四川过来的 对而且用的是一个木纹石 木纹石 对 这种石头它特别在哪里 因为它有富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在加热以后 微量元素会渗透到汤汁里面 然后菜肴保持更加的鲜美 其实这个蛮重的 是重的 净重15斤 它是要入烤箱吗 来烤热吗 入烤箱300度的温度烤半个小时 这样的石头烧出来的菜肴 它会更加鲜美 是吧 对 我们这里特色是一个海鲜石锅面 看一下都有哪些食材 鸡尾虾 海参 毛蟹 文葛 橙子 这个是主要食材是吧 对 旁边还有些其他辅料好像是吧 对 我们这里所有的菜都是手工作的 包括蟹本都自己拆了 拆下来的蟹壳熬的蟹油 用蟹壳在熬的蟹油 对 待会要入锅的 对 可以想念这道菜 到时候有多鲜 先把鲜虾蛤蜊等海鲜汆水 然后放入辅料 手工做的面疙瘩 以及熬制的海鲜汤一起炖煮 最后淋上特别的蟹油 就能倒入300度滚烫的石锅内了 这个石锅一上周 仿佛感觉是在吃小火锅那种 因为它整个全部在沸腾 来量一量 他们这个锅 有多大 直径30厘米 这锅还蛮大的 而且这锅量也还蛮足的 它这个汤绝对是开胃 而且掉胃口的 它里面应该是放了一些这种西红柿 蕃茄在里面 它是会带点那种酸酸的味道 很掉胃口 我告诉你 吃两只面疙瘩 喝两口汤 真的是鲜得不得了 这样一锅浓汤翻滚的石锅佳肴绝对能给聚会餐桌增填不少气氛 快到锅里来 娘娘娘 快到锅里来 等一下 你这个什么锅 这也不会看 石锅 聚会石锅季 最后一站石锅鱼 锅口直径32.5厘米 上马里油 蜜汁汤底 辣鲜香 嫩滑鱼肉 吃不停 您别说 这口锅还真不一般 不仅够大 而且够畅销 你看这小店上下两层七八张桌子 张张坐满 桌桌都围着这口大石锅 首先一进来 我感觉到这个锅子不太一样 这什么锅 你可不愿意跟我借到家 我知道这个是石锅 因为它卖点也是石锅鱼石锅 大来后看是有分量的 让人家心里看上去就说 很大揍 我觉得这个锅子好像挺特别的 一般像电磁炉上面 煮的都是那种铝的或者铁锅 对不对 它这个能传热吗 能传热 它这个石锅传热速度快不快 很快的 因为它上这个石锅的时候 就已经是热了 对了以后再放到这个 这个电磁炉上面去 然后是保温再加温 我们喜欢就是 吃石锅鱼的时候 把一些胡椒一起放进去 这样那个鱼的鲜味 可以跟胡椒鱼的配合 不非常好吃 大锅的话 炖你们吃吗 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加 这边可以选择说 直接加一份鱼 对对对 直接再加一份鱼 对对再加一份 别人都在吃鱼啊 你在这边 黄河汤 好喝 好鲜 这个汤能喝的 能喝啊 很鲜 但是你不会有口干的那个感觉 石锅鱼的魅力光用纹的就喷喷香了 如果汤煮完也有白汤和红汤可以免费续加 石锅鱼是吗 很受大家欢迎 锅蛮特别的 这什么锅 麦饭石做的锅 它的那个石锅的纹路 就像小麦和米粒一样 所以有此特别的 老板说 这麦饭石比一般的青石 岩石含有更多的矿物质 因此煮出来也更具营养 我刚才发现一点啊 这个锅很重 这样的话就让我担心 它这种受热会不会很慢啊 不会因为它这个壁上肯定会有点厚 但是它的底部都能够把它打薄一些 如果说的话非常均匀 那你们锅里面这个主要的食材是鱼 你们选用什么鱼 是鲶鱼 每天会进两次 然后早上七八点钟会送一次货 然后到了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又会送一次货 保证每天中午和晚上客人吃的 都是当天非常清新鲜活沙的鱼 切好的新鲜鱼片用蛋清浆好以后 再用店家秘制的中草药腌制 随后放入事先熬好的红汤小火炖煮 使鱼肉的味道更加的浓郁鲜香 有多大石锅 有多大 直径啊 32.5厘米 这个鱼肉一入口之后啊 首先你会觉得它非常滑嫩的口感 然后呢 你根本就不用去咬它 你直接用舌头 用你的上盒来抿它 你就觉得这个鱼肉就化掉了 我吃过一嘴之后 我现在没跟你讲话的时候啊 我都感觉这个嘴巴里面在回荡这个口水 无论是这么大的石锅鱼 还是这么迷你的石锅拌饭 今天给大家搜罗的五种石锅美味 希望能给您假期的餐桌增贴一丝气氛 还等什么呢 赶紧约上小伙伴们聚一起来吧 这下有李央来给大家送礼了 那首先呢 我们要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国庆节快乐 那这次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礼物也是全新的 就是我手中的大白兔奶糖 说实话 大白兔奶糖呢 是很多朋友从小吃到大的 充满了童年的回忆 那今天呢 我们开门有这个小礼 如果答对我们的问题的话呢 还会有这样的一份大礼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出发吧 先来看看502 你好 您好 有人吗 阿姨 你好 阿姨 你好 我们是那个新上频道人气美食的 您知道吗 电视我们平时一直看的 人气美食 现在在看吗 正好现在播出的时间 现在我们今天之后 在吃饭 今天我们吃了晚了一点 那行吧 那阿姨开门有礼 给你做一个大白兔的奶糖 好吗 你好 你好 我们是那个新上频道人气美食的 你好你好 在看电视是吧 我看到了在看这个东方卫视 你好 你好 我们是那个新上频道人气美食的 这么烫 他乖吗 他乖很乖 很乖的 阿姨在看电视吧 看电视 在看什么电视 那个新上频道 这个人气美食 对对对 哇 你是来欢迎我的吗 它叫什么名字 悠悠 悠悠 你是来欢迎我的 扯巴扯巴扯巴 阿姨 我们放没进去吗 现在 来 首先呢 开门给这个阿姨 叔叔送一个小礼 大白兔奶糖 知道吧 吃过的 吃过 吃过 那小礼送了 我们大礼是要有回答正确问题 才能得到的 问题是这样子 阿姨啊 你看人气美食 阿姨您说了常看的 但是新上频道 还有一些跟美食相关的节目 我们说出两个好不好 不是两个 只要跟美食有关的 一个什么 谁买单 今天谁买单 今天谁买单 的确是每次 一桌好菜看谁来买单 对 算答对一个了 那个什么美食什么大王什么的 美食大王 阿姨也会试试来 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 这是小的 我们进门有礼 这个是我们大的 这里面绝对是有它的三倍的这个糖的数量 我们的巨白兔送给叔叔阿姨 今天要恭喜我们的叔叔阿姨 不仅仅得到了我们的开门小礼 最后也引起了我们的巨白兔大礼包 那电视机前的话 如果说您也想得到这份幸运的话呢 只需要微博或者微信来私信到我们的地址 那最后呢 也是要祝电视机前 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美食相伴 度过一个快乐的国庆节 这样的动作 从这里有没有 我们先不讲解 这边有什么情况 我们先不讲解 我们先不讲解 这边比较突一号